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离婚 想离婚 一见到调解员 求助人程女士便开始肃起苦来 她说自己今年四十多岁 三年前跟丈夫结了婚 可丈夫婚后却对她家暴 这让她不能忍受 可在程女士的丈夫李师傅看来 两人发生矛盾 甚至生机为肢体冲突 妻子也是有很大原因的 程女士说 现在想想 还是觉得自己对于这段婚姻 有点过于曹帅了 谈了多少时间结婚了 谈了有几个月吧 程女士告诉调解员 自己和丈夫李师傅 是在2013年惊人介绍认识的 当时她就对丈夫有些不满意 程女士说 后来她又听说 丈夫是因为家暴才离婚的 所以就询问了丈夫 关于离婚的真实原因 但丈夫却不肯透露细节 她当时说 她就是一个媳妇 她就是不想打了 不过 你只能是 你只能是她想看 过去事情 细节我给你不舍 只能是我自己不对 我不应该打了媳妇 要我媳妇好的 我事情会不会已经过去 程女士告诉调解员 自己之前有过三段婚姻 考虑到年龄也大了 她不想在第四段婚姻上 有所闪失 家暴是她万万不能接受的 所以 为了拒绝这段姻缘 她就把自己的缺点 全部说了出来 你知道当时我给她咋样事 其实这个条件 是我故意调谈 让她只能是退 我当时她贴上一件 我说你现在有块大听我情 你把我这个人想打听 我这个人不好 脾气暴躁 木老虎 不是这么凝聪人 我都给她事 我这看 所有的缺点我实际上都有 我这 还有咋样事 她说她都愿意 她说不介意 后来 她介意不介意 她不喜欢她 当生不去舍着的话 我只是不愿意 直接回绝她 让她只能而退 但让程女士 没想到的是 丈夫李师傅 并没有因为 自己的这些缺点而放弃 反而进一步 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结果 你眼里留下 别留下 你正在起个烂烂自行车 能让她哭 后来就是她哭呀哭呀 缠着 去另一回结婚中 可对于程女士 所说的这些 有关结婚的事情 李师傅却表示 过去的一些事情 都是比较私密的 不适合 开诚不公地说出来 因为啥 你看我们看了这一段 不知道二位发现没有 这个李师傅 程女士这老公 对于她家暴的这个事 不管是对于现在 程女士的家暴 还是对她前妻的这家暴 都好像是闪烁其词 这个顾左右而言 她始终在回避 没有正面的回应 这个田老师当时在现场 对她这种态度 您怎么看呢 是这样啊 就是这个事情 我是跟周建林 周老师一块去调 调那个啥 调的这件事情 当时去之前 当然我们也对他们的 这个事情 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了解 所以我按我的想法呀 我去了以后 可能我们要一谈的家暴呀 这个这个李先生 可能会暴跳如雷 或者说是去激励争辩 去去解释 性格暴躁的 是那种 但是去了以后 恰恰不是这样的 这个男士很平静 就是不管是态度 说话呀什么 都是很平静 就是不慌不忙的 但是呢 就是一谈到 就说具体家暴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你问他 你问他 那他这个到底是属于 这个心理素质过硬 还是真的是不愿意回应 后来经过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分开的一个调节 就是逐步取得他的信任以后 他跟我单独交流了一些情况 我了解到 一个是因为他的性格 他本来这个性格比较类像 不太善于言表 就是表达能力可能有限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说 他们两个的关系 可能不如我们常人所说的那么简单 就是他们之间还有一些 很多方面的问题 双方都有一些 在这个婚姻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 建立亲密关系 这个过程当中 都有他们的一些问题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 你不管怎么样 你对人施暴 这就是不对的 对 再加上呢 你本身就是个施暴者 结果最后你对这个事情 好像还是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那个样子 觉得蛮不在乎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他这样子做 就是说 很有点就是说不对 而且就是有点违反常理 但是我也这么想了一下 是不是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 心里有点扭曲啊 平常不吭声啊 不说话啊 然后他就找那个机会啊 然后就开始就 就在家里嘛 就对老婆施暴 所以这个东西 真的还得看他们怎么调解的 其实我觉得啊 在这要给电视机前的 所有的观众要失明一点啊 家暴是违法行为 这个一定要申明 但是就像这个天老师所说的 他们中间的事啊 还不止这么简单 陈女士告诉调解员 自己最终之所以决定 跟李师傅结婚 虽说有些冲动 但那也是有原因的 他那个家里情况下 当时是以贫如戏 为啥 因为我当时那个情况刻意 我当时警惕情况刻意 那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你当时看到他啥了 人老是本分 就是个老师和本分 看着杂杂实性 不是个胡来里人 我都投赐一点 陈女士说 李师傅当时还给自己承诺过 不会再出现家暴的情况 但为了观察李师傅 是否有悔过之意 她还是留了一个心眼 其初 婚后两人相处得比较融洽 陈女士也觉得 李师傅对自己还是不错的 陈女士告诉调解员 自己的婆婆因为身体不好 常年卧病在床 但丈夫的哥哥嫂子们 却一直让老人独自生活 这让她很生气 为了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 她主动把老人接到了自己家 当时我给他看他妈我的样子 我心里其实还不高兴 我说 你看 谁没有老的四伙 当时他妈也都79 我说谁没有老的四伙 你就是一个媳妇 一个人轮着一天看一回 看你这三个人三个媳妇 你这一个立派才轮着一回 把老婆都拿四边了 你要讲了 哎呀那万年翻家家 吃完了那万年不信 就过来一个 吃不吃下次来一刀 可给你个儿 俩本都没 咱俩俩鬼扶都不扶 那你这个人 简直就是呢 我给你是畜生都不扶 那么你呢 你结婚了 后来我给你 我说看 那家事啊 我跟说 做事一口饭嘛 要啥呀 谁没有老的四伙 我说妈要来看 把老婆子接过来 都跟他过 我说谁以后都不要让他看 除了把婆婆接过来照料外 程女士看丈夫平常工作辛苦 就建议丈夫辞职 找个轻松的活 可不曾想 就在丈夫辞职不久后 双方爆发了矛盾 那当时他没找到 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在外面 在餐厅外当服务员 干了一段时间 因为当时也没有啥事干 喊家里有些咋弄 也不愿意喊到家里 我这段时间干过 你也在我一起吃费一起吃费 然后特别不高兴 我当时都骂了两个月 可程女士的丈夫李师傅却说 为了这事 她也曾多次跟媳妇解释 可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两人的矛盾是越积越深 程女士说 后来在争吵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丈夫竟然咬了自己 那尿是咋尿 在你脸上尿 在你手上尿 在你胳膊上尿 不过当时那尿的话 我都问他 那你尿我做啥 那你得是像大 那是 害怕把我打跑了 因为害怕你把我打烂了 旁边看见了 那你把我尿在一场里边 旁边看不见 发现不了你现在有脂肪 可对于咬人一事 在李师傅看来 完全不是妻子说的那样 李师傅告诉调解员 这本来只是两人 表达亲密的一种方式 不曾想 却被妻子成女士 认为是施暴 这让他很郁闷 但是那尿里喝 也都跟他喝 是非常有重 非常有重 那你看我自己个人家 我是做事 他跟人往来看 一看 一人一看都动 他做过的事 你不敢多像 你像他 你得着绕 结实用瘦的 听到丈夫这样说 程女士显得很生气 她说 丈夫这都是在胡说 反正又满眼都是好好做鸟 反正又满眼的却 什么肥胶的都害怕肥胶的 而且一到晚上都做鸟 后来那就是两年以后 不是对 我在市场上看了个事 在上面也鸟 哎呀那开始 还怀疑 卫生就开始怀疑 说你可能谁在这上来断 那人家在这都是行业的人 人家在这来都是干四年 在这的 没人去跟你在这拉上多少 能买男女事情 那咱俩的 当时这个是那个 你一块看看 当你帮我叫过来的 你这么信任 我帮我叫过来 我在上面 有谁能敌过你 在那些母亲的地位 我就直接就上来 就跟人家去搞啥大事的 队长 有一些不信任在里面 是吧 这些不信任 你们看看啊 这个李师傅啊 竟然还咬人 然后咬完人以后吧 他还说是这个女的 让他咬的 我觉得这就不太不可理喻了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 可能只是一个表象 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 现在这个程女士 求助到我们 拿她这个伤 作为一个这个证据 来给我们展示啊 但是实际上 深层的原因 让我觉得啊 就是因为这个李师傅啊 对程女士根本不信任 夫妻之间缺乏这种信任 然后呢 这个李师傅呢 又怀疑这个程女士 跟别的男人有瓜葛 这个会不会是他们发生 这个咬人事件 或者家暴事件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他这个前 他这个妻子呀 前面已经有过三段婚姻 都有的很短 有的也长 这李师傅也是 也是离过一次婚 李师傅也离过一次婚 就是 所以说在这个 这个李师傅追求 这个程女士的过程当中 就是以自己老师 本分 赢得了这个 这个程女士的这个青睐的 后来他们接了会以后 因为这个性格问题 因为我们了解到 当现场我们也看到 这个程女士的性格 属于那种女强势 女强人的那种 所以她的这种性格 她就喜欢 就是什么都得听她的 这个男的也都听她的 绝对的空心 对这是其一 其二呢 这个程女士在外头上班 可能她自己 本来也有一份姿色 另外一个 也就对自己的穿着打扮 也很讲究 也很注重 所以说难免 要去接触一些异性 所以这 你像她前两三次婚姻 加上她去接触异性 导致这个 她的丈夫 这个李师傅 就有一些猜疑 或者心里就吃醋吧 就常说到这个吃醋 吃醋以后 就是跟她说的多了 这个程女士 肯定她都要去 就是讲理 解释 辩解 这个她越辩解 这个 越抹越黑 越抹越黑 这个她本来 这个她丈夫就 性格就类像 不太善于言表 就是说这样子 她一越去这样去抹 这个她自己就理去词穷了 现在性格不太善于表达的人 她就是理去词穷后 那最终的一个办法 就是动手 所以说 但是呢 在我们处理的过程当中 其实她的就是 比起那种 很严重的那种家暴来说 还没有那么想象那么严重 就是这个事儿啊 被拿出来说 然后就求助到我们 这个夫妻俩的矛盾 其实是有更多的 接下来呢 在我们的这个调解过程当中 又发现她们还有其他的问题 继续往下看 程女士告诉调解员 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升级 加上自己忙于生意 需要和异性来往 不料 丈夫竟然趁着酒劲 对自己动了手 对你 肯定还是对你出去 有点不满意是吧 嗯 那不满意这都是 看这啥事都 警官人也同意的 结果你啊说啊 你 跟个下毒来的 我说 那么为啥给你下毒来的 我有啥理由我害你 你说你看 你就是推着马起来 推着这么点个蛋 你说你看 这都毒都发作了 找事儿呢 嗯 你这都毒都发作了 嗯 嗯 后来我 你不知道当时看 帮我都打完了 走我看 我又打不过人家 我后话舍 今天我都拿服 拿服再拿服 程女士说 丈夫酒醒后 很快就意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跟她道了歉 也说出了动手的 真正原因 你说那都错了 你后来你说 当天给你回话了 跟你认错了 你二会儿你二说 我跟外头 我男的 其实我跟上 还是心里头 为个事情 让我跟我拿 你知道那段 他心里头不舒服 我说不舒服 看 这来的 也是 看 我这来回电话 断信 微信 全部你这根 你是知道的 一清二楚 我是经过你 经过你 同意的 你死相通过来 我才去根 我快练习的 你如果是这冤犯 咱不弄这事情 那么我钱 喊了 你跟后来弄 做犯 不让你去出去 干物件事情 联系 一些人来 乱七八糟 做了这个直销 我立马带到这个家里边 你给点出去弄 你赚过来 钱个管 话都对了 我都不操心 赚钱 当天 当天就是 你们争吵这么厉害 当天晚上就和好了 后来人 跟我道歉了 他不对 但在李师傅看来 他之所以对妻子 大打出手 一是劝说妻子 不要跟外人多来往 遭到拒绝 让他很生气 二是因为一些 长期积累下来的纠纷 造成的 男老婆这样 不好交流 一不交流 二是集结化思想 对 人的思想都是一个 滑行毕露的 又啥问题的 几次犯回回来 错了 咱就该准备 两个刺 是一个下 同时 李师傅还说 两人发生冲突 也和妻子 对待母亲的态度分不开 可在程女士看来 自己跟丈夫的矛盾 压根跟婆婆没有关系 其实我给你舍 那跟他妈都没有多大矛盾 程女士告诉调解员 后来丈夫对自己的家暴 是变本加厉 这让自己难以忍受 我当时是跑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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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8天的预算起 5月18号把我大 但在程女士的丈夫 李师傅看来 双方的关系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那都是有原因的 程女士说 万幸自己顺利地生下了孩子 孩子身体也很健康 但有了孩子后 李师傅也没有丝毫收敛 而且还经常以自己之前的 三段婚姻为理由 羞辱自己 把你一看 我俩这一块发生的事情 全部套到你以前的事情 哎呀 为啥你脱装 你更以为是你这样 为啥你那个女士对你这样 有这个人也是这样 全部套到你那上边 他是第二头 我说那跟你现在过的 那不是跟那个人过的 我说你全部套到我上边 那你就像咋 你就是不接受吗 这个人 程女士告诉调解员 经过自己长时间的忍耐 在孩子快一岁时 她决定求助于我们 帮忙有一套栏目组 希望调解员能帮她 解决目前的现状 在听了双方的诉说后 调解员首先对程女士 进行了劝说 紧接着 程女士也告诉调解员 只要丈夫肯彻底悔过 自己还愿意给丈夫一次机会 除了在沟通方面 对李师傅进行劝说外 在李师傅比较多疑这一点上 调解员也进行了劝说 随后我们栏目组的心理专家 也给李师傅 就如何挽救婚姻 支了支招 就是脑怀疑 你越爱这个人 你就越想保护他 你就越保护他 你就担心多 越担心多 你就一向他放大镜 你看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 他去跟人家接触的人 你就赶紧眼神咋对呢 你咋对他笑的 他咋对你这样呢 你就沉浸在你这个思想当中 你都觉得他有问题 有问题你就想 你看你的情绪就出来 一情绪就出来 你之前爱他的 想要表达的保护 全都当然存了 在听了调解员 和洗礼专家的劝说后 李师傅也做出了表态 我觉得不会打 那是不会打 得到了李师傅的肯定 答复后 对于李师傅 爱拿成女士 以前婚姻说事的行为 调解员也提出了要求 她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她很细腻 她考虑问题 她非常照顾你的情绪 你之前这段婚姻 确实跟她没关系 就是这句话 她没有参与你前面的生活 她不再去指责你之前的问题 那么作为她嫁给你 她能把她说得这么透 其实我说这话 她这样做 你这样做 你觉得你心里坦荡的嫁给她 就是对吧 我的理解 程女士可能之前在村子里面 她可能是这种 就是说自我保护能力 比较强一个人 她自我保护能力强 自然会为了保护她自己 会跟别人会发生一些争执 那么嘞 你不能因为她之前 她给你把她自己说的 这么那啥不堪 其实你在今后的生活里面 每一项事情 就把她之前的生活都顿出来 看到双方都满意彼此的态度 心理专家也给两人的婚姻生活 支了支招 希望两个人能好好相处 就是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们两个人都要改变 不是说你等着她改变 你也要等着她改变 不是的 你们分别改变 我刚才跟你说了 你们的缺陷是你的这个性格 你要再耐心地给她去讲 随后 调解员也再次对程女士和李师傅 进行了劝说 希望他们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能把家的概念 放在第一位 过好小日子 就是我们的调解 是希望你们家以何为位 对不对 人家有一句话嘛 对不对 您猜一座庙都不猜一门亲 您猜十庙庙都不猜一门亲 就是说明这个家 对你们对这个孩子有多重要 好不好 相信今天我们的调解结束以后 李先生拿出姿态来 前段别让我们田老师 今天这么扑扑扑心地 上班来为你们做这样的这个指导 千万别让我们的苦心都白费了 调解到最后 程女士和李师傅也表态 两人以后会多多沟通 好好过日子 老百姓常说这个 宁差事作庙不毁一门亲 这个经过我们的调解 夫妻俩终于是和好了 但是呢 我们也希望这个李师傅 真的是能够痛改前非 这个媳妇好不容易 这个追求到手的 你还不珍惜这些 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很好的生活下去 是而且就是说动手动习惯了 他就成了一种习惯了 他有的时候他再加上他这个人是不善于表达情绪的这种人 所以说他可能一几眼了 可能还会要上手的话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这就针对于他们俩这两口子来说 以后你们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回访啊 社区的监督啊 包括这个李师傅的这个心理建设啊 对对对 这个还是要要是跟呢 因为要跟进呢 为啥呢 因为这个人就是这种习惯 真的你要让他一下子 真是不好解决的 对 因为这个家暴呢 按理说我们应该领悟的人 就是一次都不能出现 但是现在呢 这个程女士 因为珍惜这段缘分 所以愿意和她继续过下去 这个李师傅也应该珍惜 请不吝点赞 订订匡